3月15日,一部被积压两年之余,由吕莹指导,肖战,杨子领衔主演的现代都市情感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上线,该剧已经播出,便人气拉满,不仅创下了20多亿的收视,评分还稳定在了8.0。 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后,肖战,杨子被曝二搭,网友,2023爆款预定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是根据《柏林实将同名小说》改编而来的,以女主林之校和男主顾位为主线,讲述一个音乐系大学生和主刀医师的故事。 说实话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这部剧无论是原著小说和情节设定,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流量和值得关注的点。 如果不是因为肖战、杨子这两位超人气主演的加持,该剧可能播出了都没什么人知道,《余生请多指教》收官之后,虽然各方面的成绩都不错,但也只是因为大家比较支持肖战和杨子。 换句话说,是这两位主演的粉丝拯救了这部剧,因此,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之后,观众们便迫切希望肖战和杨子主演一部更具质量的大剧,毕竟,他们二位如今都是当红一线的演员。 知名度和人气堪称领军者,演一些低质量小成本的作品,属实屈才,杨子是同兴出道的,当年凭借与张一山等人主演的《佳友儿女》可谓是火遍全国,几乎收获了上至70后下至00后,近乎40年龄层段的粉丝群体。 成年之后的杨子,便正式投入到了影视剧的表演中,凭借2018年的香蜜沉沉浸如霜和亲爱的,热爱的更是一跃成为一线女星。 如今的肖战和杨子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当红演员了,即便是其中一位,可是,足以扛起一部大剧收视的,何况是两个。 目前有关这部《谁说我不能爱你的》新剧已经得到宣发,相信很快便会公布主演阵容,大家是否期待呢?